鴻海集團今天早上舉辦開工大典 一定親自率領一級主管 拜拜祈求開示大集的總裁郭台銘 今年卻罕見缺席了 僅優副總裁呂芳明代打 至於為什麼郭董缺席呢 呂芳明回應說 郭台銘人在國外拼經濟取了 鞭炮聲響徹雲霄 良辰即使一道鴻海員工連放了9天假後 總算要收心 直到現在才舉辦開工典禮 只是媒體一直等 怎麼看就是判不到鴻海大家長郭台銘的身影 實現副總裁呂芳明現身代打 到底郭董人到哪去了 大家都很努力 我們實際上前幾天就開始上班了 所以郭先生是直接 已經開始在海外跑了 郭台銘罕見眉現身得到的答案是出國拼經濟去了 但這經濟還拼得有模有樣 曾說過兩年內要讓夏浦獲利 沒想到鴻海入組夏浦不到半年 面板就獲利111億 也是兩年多來首度單計獲利 直線在郭董大手一揮要前進美國投資 面對川普不按牌理出牌的個性 能不能再將夏浦面板事業推向高峰 外界關注 歡迎新聞嚴峻翔 郭靖州 台北參謀報導